早上七点半的捷运站 小荣和许多上班族一样 要搭着捷运到自己的工作地点 从前站高中站下车 敲着手杖来到小荣的目的地 老公局 和同事相处许久 这里对小荣来说 就是生活的另一个中心 老公局你好 毕姓黄很高学习服务 请问您要询问什么样 劳资纠犯的问题呢 也有投过几次履历 可是就是没有录取 就跟指管员讨论说 会不会是因为我的履历的部分 就是撰写有问题 然后就去博讯中心那时候 开的课程那边上课 就是教我们怎么写履历 然后面试的一些技巧 不知道就是看不到可以做什么 可是因为我就是记得 以前好像有一些学长姐 有做过电话客服 我就觉得说电话客服 如果是用听 然后用说 然后可能搭配盲用电脑的话 好像还可以 然后就跟指管员说 那不然帮我找那个 电话客服的工作 然后刚好劳工局 有释放这样的直缺 然后我们就用 之前老师教的一些 履历的技巧 面试的技巧 然后就是进来 老公局这边上班 老公局你好 毕姓黄很高 确认服务 接起电话 用温和的嗓音 为每一位进县的民众 提供正确的资讯服务 这些动作对小荣来说 再熟悉不过 但又能做到这一步 是来自于 老公局的职务在设计服务 然后那时候就是 反正就是辅导员都会在啦 然后跟他说什么 他就说 没关系这个我来处理 你不会啊 没关系我教你 就是 觉得我会很 感谢我的辅导员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就是 就是原本的 那个 盲用电脑没办法用 没有报读软件 然后辅导员就说 我帮你装 然后装好之后 发现那个 显示器好像有问题 我说 没关系那我帮你 申请职务在设计 然后请他们补助 那个显示器的部分 然后 呃 会有文字记录上面 会记不起来的状况 我就跟他说 他说 啊 那就申请那个听书机啊 然后后来就是 有了听书机之后 我就跟辅导员讲说 啊 听书机可是 没有办法录到双项的 然后辅导员就说 啊那不然跟职务在设计的 老师沟通看看 看有没有双项的 可以更完整的记录 在工作之余 小荣也让自己的生活 充富而充实 对他而言 每一种培训课程 都是能量的累积 现在的他 最感谢妈妈的支持 让他勇敢築梦 我其实最想要感谢的人 是我的妈妈 因为 小时候就是 妈妈其实很自责 就是 她觉得她没有把我生好 她自己接受 她自己的小孩 是一个失掌的 应该是花很多的时间 妈妈都会跟我讲说 看不到没关系 可以用心 用其他的感官 像用耳朵听啊 用手去触摸啊 或是 用敏锐的记忆力 或者是用你的双脚 用双手 就是可以补足 看不到的这个缺憾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 工作的时候关怀到一个个案 其实我觉得 就是上这样的培训课程 其实满有意义的 因为他们的失资 其实是很好的 就是一位是 也是生长朋友 然后用他自己的故事就是鼓励我们 去培训的这几位生长朋友 然后另外一位是演员 教我们说 一个生长朋友要怎么样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 让他们不是生长的朋友 听完之后也会觉得很感动 然后就是要怎么去跟别人沟通 然后要怎么讲话 就是 才会让别人 应该是说才是好的讲话方式 就是让别人听得懂 然后 也可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 那样 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座右铭 也想要鼓励大家就是 乐观的人 永远有路可走 悲观的人 永远无处可去 所以 就是先从乐观开始 然后乐观过后就是 开始去想要怎么走出来这件事情 因为 如果走不出去的话 家就是你的全世界 但是如果走出去了 全世界就都是你的家